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字串比对 其实讲语法比对好像有点太高了 应该这一章其实主要讲字串比对 那各位有用过正规表达式吗? OK,没有 那就代表期末考应该也会考 OK,正规表达式在字串比对上面的角色 其实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现在各位如果有在写Web的程式 那你常常会发现其实Web的很多程式都是在做字串处理 我要怎么把一个东西转换成HTML 我要怎么从HTML里面抓出 网址 我要怎么从HTML里面抓出email 怎么从HTML里面抓出某些栏位 这都是字串比对 那所以如果你想 像其实我们现在的资工系 如果出去你是走专业的领域的话 而不是比如说你念资工跑去做管理 你念资工跑去做餐饮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念资工你是做相关的领域的话 通常有几种工作类型 第一种是做MIS enjoyed 就是管机房 管电脑交室 管主机这些 然后银行之类的这种都会需要MIS 那第二种呢是做程式设计 OK MIS在程式设计 那第三种在台湾最长的是去硬体厂 做迁入式的程式 OK那再来的话呢 刚所讲的MIS其实就包含网路管理 网管的部分 所以网管程式设计去硬体厂做迁入式 那再来就是做网页工程式 网站网页那些都是 那再更远一点就多媒体的 多媒体的工程师 那就是游戏厂商之类的 那其实也是软体啦 也可以归类为软体 那不然你就真的做到动画去了 那就是就已经连软体都不是 那这些里面像做运用程式的或做网页设计的或做网管的 其实都会用到资串比对的工具 因为你做网管 我要怎么从PLAXY的记录里面 找出我要的那种类型的网子 你要做网管被骇客攻击了 我怎么从PLAXY的记录里面找出我要的那些网子 用GREP去正规表达式去做搜寻 这是一个办法 而且通常也是这样做 那所以字串寻找 其实是一个看起来没有什么学问 但是事实上后面的演算法却又多又广又深 为了要能够让字串寻找找得更快更好 有很多的学术论文在写这方面的东西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感觉上很成熟 但是却一直还有办法再突破的一个领域 那字串比对的方法 一个问题是 它要有很快的速度 那但是呢 它有时候可能又要具备某种规则 跟字串之间的比对方式 最简单的一种做法是 用各位如果有学过Java 你就知道IndexOf 字串 比如说某个字串 点IndexOf 就找出另外一个子字串 在这个字串里面的位置 OK 那如果你是用C或C++ 那就STRSTR 这是找出第二个子字串 在第一个字串里面的位置 那传回的是字串指标 好 所以呢 我们想判断 比如说一个字串里面是不是同时有父亲和母亲这两个词汇的时候 我就可以写说 if 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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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SDR STR STR 母亲 这两个如果都不是怒 那就会进入这一个以弗的区块 否则的话就进入另外一个区块 你可以这样子来判断 那事实上光是这种字串比对方法就可以做出一些 实际上很强的系统 就是像交谈系统Elisa是这样做的 那Elisa这个程式其实我有写 但是今天没办法给各位看 因为我没带来 那网路又断 那所以下次我会把Elisa 我现在手上写的版本其实是Java版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本课是用C 所以我下次改写成C给各位看 Elisa 这是交谈系统 是一个 一个你问 你可以跟他聊天 他会跟你聊天的程式 跟你聊天 那当然各位现在一定很难想象 我怎么样用字串比对做到可以跟你聊天的程式 那你现在想一定想破头会觉得很难 但是你如果看过他的程式之后 你会发现怎么那么简单 纯粹就是字串比对 那真的很简单 1960年代的电脑能做出来的程式 不多 那所以也不会太复杂 1960年代 Elisa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那他可以骗过很多人 让人家以为他真的是一个人 OK 那这种方法也同样可以用来抽取文件的栏位 比如说字串比对我要去取得 sml某个标记里面的文字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 inner text这个函数 那其实他里面都是用strstr 就是找出字串的位置 来做的 然后就是用两个标记把它夹出来 把中间取出来 我们之前应该有给过各位这个例子 那所以比如说我这里放一个sml 那我想夹出姓名啊 性别啊 年龄啊 然后程式啊 我都可以用这个标记前后来夹出来 那这个就一直用inner text去夹就对了 那想要夹名字就name等于 name等于 一直夹到下一个双引号就OK 那如果要夹年龄呢 就夹h到h之间 这个h和斜线h之间的东西 那这样其实 以四串的处理而言 这个是最快的方法 但是这个最快的方法 并不是最强的方法 那如果你今天要 譬如说我想从网页里面 夹出所有的网址 你怎么做 会有困难 那如果我今天想从网 网页里面夹出所有的email 我又要怎么做 那前后完不一定 不一定都是某个字啊 或某个词啊 那这时候你要夹呢 你就不容易夹 这时候你要用正规表达式 好那C语言其实也有处理正规表达式的函式库 像 耿怒 GCC里面有一个GLIPC 它有一个RIGES 这个在Linux UNIX里面都有 但是呢 它并不属于标准C语言的函式库 所以 C语言其实标准函式库里面 没有正规表达式 但是现在新的语言像Java 或者像C Sharp 像 Pearl PHP Ruby Python 只有C语言没有标准的韩式库 没有正规表达式的 其他语言几乎都有 而且有些语言是内建在基本语义法里面 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是韩式库 它是 它是 语言的一部分 像Pearl就是 那JavaScript也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正规表达式 那正规语法 这个东西在我们第二章有讲过 第二章说正规语法是什么样的形式 我们其中考有考 对不对 可能忘记了 正规语法是什么样的形式 其中考有考 但是 可能忘记了 等一下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 基本上呢 它左边右边都只能够有一个非终端 左边右边都只能有一个非终端 那个是正规表达式 那而且呢 终端的一定要在非终端的前面 这是正规表达式 那但是呢 那种以语法的概念来看正规表达式不好用 语法的概念 看正规表达式其实很难用 你直接用 用一种语言的概念来看正规表达式 会比较好用 什么叫语言的概念呢 譬如说 0123456789加 这代表说我想比对一个数字 这个0到9呢 出现一次或以上 我就可以比对一个数字 譬如说它可以比对370245 那如果这样写其实还是有点长 所以我们用0-9加 这样比这个更短 因为0-9就是指0到9 OK 这样就更精简 那甚至因为这种数字的样式 实在太常出现了 我直接用斜线D就好 用斜线D加来比对数字就可以 这是正规表达式 你可以看到它不断的缩写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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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变很短 那这边来看几个例子 我如果想比对整数 我就用0-9 plus 就可以比对像这样的整数 如果我想比对有小数点的时数 那我就可以用0-9加 那这加是一次以上 在斜线Dash斜线点 这代表我真的要比对一个点 因为在正规表达式里面呢 单纯的一个点是有意义的 所以你用是有它特殊用途的 所以你用斜线点才代表是一个真正的点 就好像我用斜线N代表换行字元是一样 或斜线0代表Ascikoly 那再来0-9 然后呢 加这又是比对后面的那个数字 所以这种可以比对7.93 这种3.14 287.563 这种东西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正规表达式去比对 那再来如果我想比对一个英文词汇 那我可以用大写的A到Z 小写的A到Z 然后呢 plus 这样就可以比对像code 这样的东西 那但是呢 像C元的变数名称前面是可以跟着底线 对吧 所以呢 那后面呢 也是可以A到Z A到Z 0到9底线 但是不可以数字开头 0不可以 或0到9不可以放在第一个字 我不能写 你的变数命名不可以是 0counter 这样子是不合法的 那所以要比对这种变数名称 你可以用A到Z A到Z 底线 A到Z A到Z 0到9 底线 OK 那就可以比对像这种东西 那如果今天你要比对email呢 那就A到Z A到Z 0到9 底线 加 加是出现一次以上 老鼠号 A到Z A到Z 0到9 底线 漏点 加 这样就可以比对像这个东西 email 所以我们期末考有可能考你 我给你 给你 一个问题 请你写出它的正规表达式的比对方 比对串 最好回去写一写程式就会很清楚 好 再来UIL UIL 那我要比对UIL 其实UIL一个特性 它前面一定跟着 比如说HTTP 两点 写线 写线 如果是HTTP的UIL 那有些不只是HTTP 还有各式各样协定的UIL 那 这样子 然后面跟着这个 加 那这个加就出现一次以上 所以像这样子 是可以比对到 当然这个比对的时候 有时候会比对到太复杂的东西 那有些看起来不像网址的 也有可能会被比对进来 好 那 正规表达式里面有很多符号有特殊意义 有像点就是有特殊意义 它用来代表任意字元 任意字元 信号呢 代表零次以上 加号代表一次以上 好 那 所以当我需要 跟这个区隔 信号加号点 这些区隔的时候我会用斜线代表跳出字元 好 就像C语言的斜线的那个一样 好 那 但是C语言的标准是函式库里面 没有正规表达式 不过C语言的SSCANF 可以用来当成一种类正规表达式的 的 剖析器 那SSCANF怎么用呢 SSCANF其实做到非常接近正规表达式的功能 但是它不支援完成的正规表达式 但它做到非常接近正规表达式的功能 那各位 如果看了这个例子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SSCANF可以做到这样 这是一般的学习的人90%以上都不知道的 如果是学生的话 应该有99%以上都不会知道 好 来看个例子 SSCANF.C这是我们写的一个范例 而SSCANF这个东西 好 Person S这样会 name会scan到什么 这个name会scan到 你只用Person S嘛 所以它会scan到什么 它会scan到空白为止 对不对 scan到空白为止 所以它其实会scan到name2.jump 很多人用SSCANF其实是乱用 所以你C元很多bug SSCANF是你的噩梦之一 如果你写C元 你一开始学 这个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 SSCANF是其中第一个问题 好 那因为大家不会用SSCANF C元不是用来设计给初学者用 C元是当初设计为了写作业系统 写unus用 所以它绝对不考虑初学者好学 这件事情 那各位呢 如果很不幸的 你第一门课学程式设计 学的是C元 然后呢 你又没有坚定的信心 要把它学会 那你很容易就被C元就打垮 打垮之后 你从此再也学不会任何程式设计 OK 好 再看个例子 SSCANF %8S NAME 这个会 会拿到什么呢 你会看到 %8S代表说 我这个字串呢 是取取取 S代表说取到空白为止 OK 那8代表最多取8个字 所以以这个例子呢 它会比对到NAME2.joh的结束 所以NAME2.joh没了 不会加后面的N 好 再来呢 SSCANF 这个 person 然后中括号 这个上件号代表 不要 不要什么呢 不要2点 不要2点 其他都可以 就是不要2点 那这个NAME会比对到什么呢 比对到NAME2.joh 这里是2点 因为它不要2点 所以这里停了 停了结果 这里的NAME呢 会是什么 就是NAME2.joh 好 再来 如果我比对的是 不要2点 然后接下来是2点 然后再一个 person 这样会比对到什么 其实它有两个栏位 每一个person 都代表一个栏位 所以第一个person呢 会比对到这个 会传给Field Field 第二个person呢 会传给NAME 所以呢 第一个person的这一个东西呢 它会比对到NAME1 它不要2点嘛 所以结束 所以Field就是NAME1 那后面的person 那后面的person s呢 就是这样 因为比对到空白结束 person s其实代表比对到空白的时候就结束 OK 好 再来 我如果今天呢 s scanf name 这个东西 这个字串 同样一个字串 我写 NAME2点 然后person s 这样呢 它会 它会 scan到NAME 然后呢 把后面的john呢 塞给这个person s OK 所以这个name 这个person s就会传给这个name 所以 这个还是 还是 它会变成john 这个name会变成john OK 那接下来 Edge 40 这个Edge 40 Edge Edge 它会 这里面的 常数串 常数字串 其实代表说 我要略过的东西 我要略过的东西 跟我一样 我才略过 跟我不一样 我就比对失败了 只有跟我一样 我才会略过 所以这个scanf 其实是很强 但是很难用 因为你不了解 它就会很难用 你很了解 它就会发现 它其实很强 好 那 当我比对到 后面比对Edge 比对到了 然后接下来呢 比对 person d 代表说 我今天 接下来要比对 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然后呢 但是这个数字呢 比对到之后 是要塞给 这一个变数 塞给这个变数 而且把这个变数 当成一个整数来看 所以这个Edge 一定得是一个 int形态的东西 Edge必须要是一个 int形态的东西 有没有看到 Edge是int形态的东西 所以这时候呢 会把事实塞给Edge Edge Edge是一个整数形态的东西 这里请注意 前面要加一个end 为什么 因为它要传为止 Scannable C元如果 C元如果你在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我只要是基本形态的东西 我前面加end 我才能够传进又传出 才能够传回来 如果我前面没加end的话 也就是说 我不是用记忆体位置 指标的方式传进去的话呢 那我直接把磁传进去 永远传不回来 所以 这里要注意 这个end 一定要有 很多人忘了写 就down 再来 Tale Tale是一个字串 所以有%s OK 所以这样呢 其实就把这里面的三个关键栏位 Gang40和082313530 全部抓出来 一行 Sscanf就做完了 好 再来 如果我今天 一样这一个例子 但是我用% 心号 然后呢 不要两点 然后接下来 两点 Person S Person 心号 不要两点 两点 Person D Person 心号 不要两点 接下来两点 Person S 这样呢 你会注意到 它有好多个person 1 2 3 4 5 6 总共有6个person 但是呢 我们刚刚讲过 一个person就是一个栏位 对吧 一个person就是一个栏位 那我照理讲 我这里应该有6个栏位来接 为什么我这里只有3个栏位呢 原因是 信号 信号 信号代表 丢掉 没有任何变数要接 信号代表丢掉 这里person后面的信号代表丢掉 没有任何变数要接 所以这些person S这些才是真正会接的部分 前面有信号的通通通通通都丢掉 所以只有person S会放到Name person D会放到H person S会放到Tail OK 甚至我可以用来剥析更复杂的东西 像网址 我用S scan F 这个东西 你就会发现说 OK 它到底在比对什么呢 person不要两点 那这个会比对到HTTP 接下来两点呢 因为person 信号2 斜线 这代表说 他呢接下来比对两个斜线 比对两个斜线 而且加信号呢 就是比对到之后 不要储存 丢掉 ok丢掉 再来person 不要斜线 就是说他接下来要比对一个 一直到斜线为止 一直到斜线为止 然后接下来呢 把那个斜线比对掉 接下来再比对person a到z a到z 0到9 点 点 然后呢 底线 斜线 那 这里应该算有点吗 这里如果有点的话 感觉 就不需要别的 所以这一个点 可能可以拿掉 因为有点的话 就代表所有的字都要比对 所以这一个 应该可以拿掉 底线 斜线 dash 都要 所以最后呢 你会发现说 ok这样比对出来的 第一个 protocol protocol是这一个 比对到的 第二个这个比对到的 两个斜线丢掉了 第三个比对到的是这个 site site的部分 放到这里 第四个比对到的是这个 paste paste的部分 放到这里 ok 一行把网址解析完毕 所以c元没有那么简单 对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他的执行结果 就长这个样子 还记得吗 第一个person s 所以比对到这里 第二个person 8s 所以只比对八个字 第三个不要两点 就比对到前面 第四个呢 我忘记是什么了 第五个取栏位 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 等一下 这个第四个 一二三四 第四个是这个 不要两点 然后接下来再取栏位 ok 所以是那两个 没错 就是name和John 好 那第五个 第五个就是 John 40 0823 13 530 OK 第六个也是 第六个也是 只是他的写法不一样 一个是直接把 他写死在里面 一个是栏位 比对到之后丢掉 那第七个是比对 最后一个是比对 所以这个超连结 那所以protocol会变http site会变这个 ccc.kmid.wikidar.com ps会变这个 ok 那这是新语元的 类似正规表达式的函数 事实上是s.scanf 有人用过这个东西吗 好 那所以呢 就让各位去写吧 反正我们不call啦 你看着这个程式 让你写写看 正规表达式练习 你开一个 记事本 马上写 马上册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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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